大家好,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玩萨尔达传说旷野之习中文版 我是魏韦,我们玩的是DLC的内容 我们现在打的是英杰乌尔波杂之诗 那我们已经通过了三个神庙的考验 那现在我们就前往纳波里斯 这个地方也就是地图的这边 我们要进去打这边的雷咒加农 是在这个记忆里面的雷咒加农 那打之前呢 我的观众跟我说可以来吃这个三宫的料理 说会打的会比较顺一点 那我自己做了很多三宫的料理 那我怎么做的呢 我就是用五个香蕉做的 那可能可以有别的食谱吧 可能不用那么多香蕉 不过我就觉得这样比较简单 我就也没有记 我就五个香蕉做了力量对水果 加上打人比较痛 我有试过吃这个真的是有效 所以鼓励大家吃 吃完以后我们就可以进去打雷咒加农了 我这持肥肉的缘子 吃完以后我们就可以等到几分了 好 咕噢 以这儿叫我们厂玩了 吃完以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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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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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喂 そこの二人 あんたらと違って不意打ちってのは 性に合わないんでね 掛かってきな フルバタン ハイラルの姫の前だ 切らずに置いてやる 消えろ 私の可愛いおひいさま え? あんたが小さかった頃 あたしの友達はいつもそう言って 幸せそうに笑ってた お母様? 10年前のあんたはさ 母親を亡くしたばかりなのに 一生懸命前を見て 精一杯 王国の姫をやっていて その姿を見ていたら いつの間にかね ああ う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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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した暴衣だよ あんたってやつは 大した暴衣だよ ウルボ座の怒りも 今まで以上に使いこなせるはずさ おひいさまのこと くれぐれも頼んだよ ハイラルの誇る勇者に託したからね ねん にん かん うまく 所以我們今天就解了英傑們的詩篇 最後烏爾波雜的詩篇 那說要我們回去復蘇神廟那個地方 所以我們打算回去那個地方去接受最後的考驗 我是魏維 我們今天的短片先到這個地方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短片的話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個短片再見 掰